今天拍摄这个老建筑位于中央大街跟红砖街的交叉口处 这里人流量很大,我就采取了一个配音的方式 索菲亚现在已经看不到鸽子了 这里面鸽子还很多,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喂鸽子 建筑建于1931年专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 左侧这个建筑上面还写着铜和发 应该是老商号的名字 这个房子的二楼是一个老建筑的爱好者家 我们进去看一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后面的楼梯是要整体改造 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最后改造完成的样子 进到屋子里面我迫不及待的想从二楼去看一看这个大街的感觉 我也很想买一套这样的房子 如果谁有这样的这方面的信息可以联系我 从老房子上面看整个大街的感觉太好了 屋子内部房主进行了改造 建筑的外观是老样子 内部做了新的装饰 整体的感觉非常精美 属于一个美式清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筑一共分为两层 一层是厨房 餐厅 客厅跟休闲区域 二层有三个卧室 一个卫生间 一个休闲区域 一层的空间非常大 如果有十几个人来聚会的话 完全不是问题 上面还有透气窗 晚上的时候还可以一起看一看星星 我们到二楼的各个空间去看一下 这里是其中的一个卧室 空间还是很大 一米八两米的床 放这里面显得有点小 上面有一个透气窗 晚上看星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二楼虽然是一个斜顶式 但是空间还是很大 我一米八的个头走进来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卫生间更大 整个空间大概看起来有十平米左右 整体的装修非常现代化 一点也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将近一百年的老房子 我们到下一个空间去看一看 这也是一张大床 这个的床头的话就非常高了 可以看出来 房主对家具的选择 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整体看起来的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灰色的地砖 金色的配饰 在这两年特别的流行 其实青蛇并不是一种装饰风格 而是一种生活的格调 它代表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这还有一个窗户 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还有几个老建筑 等过两天 天气好了时候 我在后面再找一找老建筑 给大家拍一拍 今天的视频给大家介绍到这里